听到范冰冰想付出,崔勇一元又拿出一份合同,这样完真够折磨人的。 就在崔勇一元揭露范冰冰逃睡事件后,曾经在娱乐圈市炸风云的范冰冰就从神坛跌落,甚至渐渐的销声匿迹,网民也曾怀疑过莫非范冰冰真的是要凉了吗? 虽然范冰冰这次逃睡的事件比较大,可是在之前刘晓庆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人家之后也付出了呀,就以范冰冰那不服输的性格,她难道就甘心放下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帝国吗? 2月14日,崔勇一元又一次删除范冰冰和电影大轰炸签订的聘用合同书之补充协议,并发文说道,听说要付出把合同晒晒,省得不会签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合同的具体内容 不过既然崔勇一元手里有那么多咚咚,为什么不一次拿出了这样玩还真是够折磨人的呀? 我们每个公民都要尊敬守法,那税也是每个公民应该尽到的义务,就连我们普通上班族那点微薄的收入都在交税,范冰冰作为一位明星更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你能接受范冰冰这样偷税漏税的一人再重新付出吗?